刚才说到那个恒指 其实看到它现在在几条主要的平均线下面 譬如你说你看走势上 你预视这个星期恒指又会怎样走? 看恒指我最近不看平均线 因为很小 你想想你从3月份 从3月初开始 恒指进入一个所谓横行通道的走向的时候 平均线是揽住的 你看到指数经常都升穿跌穿 如果你跟着去做 就是升穿你就追 跌穿你就沽的话 你被人做一巴巴 有一巴巴是挂了很多巴巴 指标性未必是那么强 是 因为 如果聚在一起的话 没错 因为说平均线 你什么时候才有用呢 就是整个单边 譬如可能一个大升浪向上的 那你平均线散开的 那你会有参考价值 但是当是一个横行事里面 我通常就不看平均线 反而我会拿保力加通道 做一个指标 你看到保力加通道这一段时间 都是一个range 就是没什么确宽 没什么收窄 那去到通道底 大概现在两万八千二 两万八千三 初步是有个支持位的 那这个位置如果不跌穿 那又可以往上去 那通道顶 暂时在两万 两万九千三 两万九千四 那麽上下 那所以这个礼拜暂时 我觉得市场 都未必说太远的 那希望今天可以弹得起 那如果你说能够 弹回上去 遮掩盖昨天的音符 那就是代表着 整个横行格局 又再loop一次 还未划一个单边 叫做向下的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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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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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